金金云最圣福田 标诸菩萨与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 这最圣福田是谁呢 从这一句的意思里面去看 最圣福田 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他就是最圣福田 为什么他现在虽然还没去 他肯定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在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 对于这种事情 要不是经文摆在我们面前 几个人知道 几个人相信 你也想一想 有没有道理 八万四千法门 在现前这个时代 只有念佛往生能得度 其他终于点善根而已 这一生依旧要搞六大龙回 出不去啊 为什么烦恼断不掉啊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 没有啊 不待业一定要断了 断太难了 只有这个法门 准许待业往生 所以只有这个法门 能帮助我们 了三生死出三劫 能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佛道 这就是 菩萨与种种佛天中最为殊胜 你往生是极乐世界 你是菩萨 现在你还没有去 你是准菩萨 准菩萨 你在种种种佛天当中 还是最为殊胜 这没人知道啊 我们求生净土 清净彼陀 这一个心理 决定不动摇 决定不会改变 那你就是 真的是准菩萨 这是佛天大陆的 大佛天的 这不是小佛天的